每当新春佳节之际 和家人到商场观看新春贺岁电影 是必不合适的活动 今年 马来西亚将会一部其上映 包括马来西亚 新加坡 香港以及中国制作的九部贺岁电影 每部作品都是星光熠熠 制作惊良 今天 红灰影视将为大家介绍这九部贺岁电影 并为大家分析哪一部值得您掏钱进场 在影片开始之前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以免错过我们的每一部新影片哦 2024年2月8日将迎来三部电影 它们分别是扑克王者 宇成以及超榜名模 第一部扑克王者 扑克王者是一部 以扑克牌比赛为主轴的贺岁电影 这部电影主要叙述 特异功能使用者程嘉朗 世界扑克王大赛得主 唯一副以及黄小琪之间的恩怨纠葛 扑克王者由赖健雄指导 主演阵容包括林德荣 江浩文 黄明志 王雷 黄诗奇 小玉 袁腾 以及唐伟严 单从演员的排面来看 扑克王者绝对是近十年来 还是最底盛 演员片酬最高的本土制作中文电影 而且三位主演 更是近几年的电影票房收割机 电影的剧情若是重归重矩 没有任何走终的话 很可能是今年贺岁电影票房的冠军 当中最大的看点 莫过于黄明志与王雷的父子戏份 这两位绝对会是电影的搞笑担当 然而 林德荣近几年参演的电影 品质参差不齐 尤其是2023年的发财联盟让人相当失望 一样是演员阵容鼎盛 题材新鲜 但剧情真的是非常普通 但是我还是会给扑克王者一个机会 毕竟这种演员阵容在马来西亚也是绝无仅有 扑克王者的推荐指数为四颗星 第二部宇成 宇成叙述的是一位父亲干涉三名孩子的人生 以至忽略他们的梦想和幸福的亲情故事 该电影是马来西亚著名马来导演 宗姑梦娜丽札首次指导的中文电影 主演阵容为周坚华 苏珊兰克斯特 李伟深 陈立信 以及李扬 宇成去年荣获中国经济年度七代华语电影 该电影也代表马来西亚参加地十届四路国际电影节 温哥华亚洲电影节 亚洲国际电影节 第五十四届印度国际电影节 年兰电影节等国际电影节 若是赵赫穗电影市场的角度来看 宇成或许会是电影票房表现最差的电影 毕竟新年期间 大家想要看的是一部喜剧 宇成主打的是亲情戏 电影的剧情也颇为压抑 即使这部电影的剧情有多优秀 或许也不会是观众的首选 若是宇成想要成为2024年片战场的黑马 他必须靠观众的口碑发酵 带动票房 毕竟这部电影在外的评价如此之高 相信首映的评价不会差到哪里去 宇成的推荐指数为三颗星 第三部超棒名模 超棒名模讲述的是 名为陈世云的名模一觉醒来 变成120公斤的胖女 生活发生重大变化的故事 该电影由李慧贤导演指导 主演阵容为小鬼黄红生 林玉品以及刘玲玲 超棒名模于2018年开拍 据悉 导演花了大笔制作费 打造9万多个电影特效镜头 并设想在2020年贺岁档上映 怎料 该电影因为主演小鬼昼势 以及新冠疫情的影响 导致电影的上映日期遥遥无期 直到去年 导演终于宣布 该电影在今年贺岁档正式上映 超棒名模从宣发至今 都以小鬼生前最后一部作品 作为噱头 因此 这部电影绝对会是小鬼粉丝的首选 再来 预告中也含有不少音乐的元素 喜欢这类电影的观众 不妨到电影院支持 若是你问我 超棒名模的最终票房表现会如何 我认为 若是这部电影能够在台湾上映 票房成绩应该会比马来西亚好许多 超棒名模的推荐指数为两颗星 接着 总共会有六部核碎电影 于2024年2月10日上映 他们分别是马来西亚制作的龙龙龙龙龙 新加坡制作的钱不够用3 中国制作的红毯先生 香港制作的道月者 范系宫星2以及临时结案 第四部龙龙龙龙龙龙龙 龙龙龙龙龙讲述一群年迈的神偷特务 某天因为已故战友的金麻将而回春30年 进而导致他们卷入一场阴谋之中 该电影由林德荣 黄罕明担任监制 周发要指导 黄一飞 林一平 陈佩江 张永华 赖以涵 刘介辉 李浩昌 黄杰奇 韩晓哀等一众资深艺人与网红主演 目前 该电影是出了三支预告片 但是 预告片里的内容一点也不吸引人 笑点更是非常尴尬 再来 电影中采用了许多网红作为主演以及配角 其实必是想要吸引新生代的观众观看 但是 这些网红的演技能否撑起这部电影 还是未知数 我猜这部电影大概率会是一部笑点零散的大堆头电影 隆隆隆隆隆隆的推荐指数为两颗星 第五部钱不够用三 钱不够用三以阿强 阿皇及阿辉三家人的角度呈现现现代人的金钱观与价值观 究竟钱为何 钱与人的关系是怎样的 这两个议题一直以来都是钱不够用所要探讨的 如今 钱不够用三仍是由梁志强指导 主演阵容为梁志强 李国皇 陈旭辉 向云 莫小林 唐妙林 钱不够用三释出的首歌预告已经让人捧腹大笑 当中塞入了许多梁氏招牌喜剧梗以及针边石壁的桥段 相信钱不够用系列在相隔15年后 依然能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惊喜 而且 梁家班三仕途同台标系的机会只会越来越少 大家还是把握机会到戏院支持他们吧 钱不够用三的推荐指数为四颗星 第六部盗月者 盗月者讲述至售甲表专家马文顺因一次行骗失手 被地下表市场的贼头来书威胁前往日本偷取名表 期间发生一连串突发事件的故事 该电影由袁建伟指导 主演阵容包括卢汉亭 宇决安 张继聪 江涛 几百尺 盗月者主要的卖点就是MIRROR三子挂帅主演 相信许多MIRROR的女粉绝对会入戏院捧场 再加上有张继聪与白子这种实力派演员坐镇 大家绝对可以放心电影的最终成品 看了预告之后 我可以知道这是一部剧情紧凑 枪战爆破样样来的犯罪题材电影 喜爱这类电影的观众不妨留意这部 盗月者的推荐指数为三颗星 第七部范戏宫星二 范戏宫星二的故事承接上级 剧情主要讲述陈家两兄弟在筹备婚礼时所遇到的波折 该电影的编剧与导演为陈永生 主演阵容包括邓丽星 张继聪 王婉芝 林明珍 陈战文等 此次首集的男主角黄子华缺席续集的拍摄 这也导致许多粉丝对这部续集兴致缺缺 究竟导演要如何安排林明珍的戏份 毕竟黄子华的缺席不多不少会影响林明珍在戏里的角色定位 我们就看导演如何大显神通 把这个缺点扭转成优点 再加上这次有谢君豪 胡峰 罗兰 弥雪等资深演员助阵 相信他们的加入沦为这部电影注入新鲜感 范戏宫星二的推荐指数为五颗星 第八部临时结案 临时结案讲述难兄难弟阿颂与慕荣辉 以及汉匪梅兰天在阴差阳错间三人临时组队策划打劫的故事 该电影由麦启光指导 主演阵容为郭富城 任贤奇 林家洞及张可帝 这部电影结合了香港经典警匪片与黑色喜剧片的调性 临时结案召集了三大影帝联手抛笑谈 这个组合想必会引发一系列啼笑皆非 悬念不断的桥段 郭富城饰演的包牙偏执狂 在形象上可谓是抢尽风筒 让人会心一笑 我没有猜错的话 这部电影或许会是今年票房最高的贺岁电影 临时结案的推荐指数为五颗星 第九部红毯先生 红毯先生讲述的是一位天王巨星刘伟池 为了得到某电影剪影递奖而决定参演一部农村题材电影的荒诞喜剧 该电影由名号指导 主演阵容包括刘德华 瑞玛席丹 丹丽文以及林希兰 据悉 导演想要透过这部电影揭开电影产业和娱乐圈的乱想 近年来 身为观众的我也很少看见刘德华接演这种带有荒诞幽默调性和讽刺意味十足的电影 再加上电影当中的刘伟池形象和刘德华非常相似 其可以说是刘德华本身的投射 我认为这个概念蛮有趣的 红毯先生的推荐指数为四颗星 除了以上九部电影之外 也有一些还未在马来西亚定档的喝碎电影 它们分别是由成龙主演的传说 徐克指导的《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 张艺谋指导的《第二十条》 以及韩寒指导的《飞驰人生2》 之后 红灰影视将尽可能推出 《2024新春贺岁片》的影评 大家敬紧期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